在使用吸引力法则的过程当中 其实是非常关键重要的一个练习 它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去调整我们的频率 让我们的能量得到提升 从而让吸引显化的过程变得更加快速 更加轻松 但是呢 很多人在使用这个练习的过程当中 依然会觉得不是很得力 他们不知道如何更加准确高效的 去使用这个练习方式 所以在今天这期节目当中 我想给到大家五点建议 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更好的去使用视觉化练习 来帮助你们进行吸引显化 Namaste 我是Chris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那在我的频道当中呢 我会分享跟吸引力法则相关的一些内容 也会分享跟身心灵相关的一些内容 我希望能够通过我分享的内容 帮助你成为更好白本的自己 那在今天这期节目当中呢 我想分享的是关于视觉化练习的五个建议 或者说大家可以去注意的五个地方 所有的这些建议都是基于要让你的视觉化 变得更加真实 并且你在视觉化练习的过程当中 可以去注入更多的情绪 让自己状态好起来 嗨起来 对 这也是我们在视觉化练习当中 始终应该去贯彻的一个宗旨 所以你在视觉化的练习过程当中 如果你能够非常准确 细致 真实的去进行这个观想 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是感觉到情绪非常饱满 状态是非常好的 那你的视觉化练习其实就是有效的 是一个非常高品质的视觉化练习 那第一点我想说的是 大家不要着急去开始这个视觉化练习 而应该在视觉化练习之前 先花一点时间 好好地去观察一下 你想要显化的这个东西 很多人想要吸引显化一些东西 然后我跟你说 你应该去做视觉化练习 然后他马上晚上回到家 他就开始坐在那边 做这个visualization 但是当他做的时候 他发现他完全没有办法 在脑海中去观想 他所要吸引显化的这个东西 这其实是因为 他所想要吸引显化的这个东西的影像 他并没有伸直在他的脑海中 所以他观想不出这个东西 所以可以有效地帮助大家 去进行这个观想练习的一个方法呢 就是说在观想练习之前 先花一点时间去观察 你想要吸引显化的这个东西 比方说你想要吸引显化一套房子 那你就可以去 你想要吸引显化这个楼盘 去看一看这些房子 看一看你喜欢的这个户型 如果说你想要吸引显化一辆车子 那你就可以去店里面 去看一看这辆车子 甚至坐进去去感受一下这辆车子 如果说你不好意思实地去观察这个东西 那你其实也可以在网上去搜集 很多很多的图片 所以制作一个梦想版 其实对你来说 也会是非常有帮助的 所以无论是实地去观察这个东西 还是说你在网上去找一些相关的图片 去好好仔细地看一看 都能帮助你在进行视觉化练习的过程当中 更快速更清晰地 去把这个东西在脑海中观想出来 那第二个想给到大家的建议 就是说在进行视觉化练习 或者说在进行观想的时候 请大家把你观想的这个画面 变成彩色的 因为我知道很多人 其实他们观想的这个画面 首先第一个就不清晰 是模糊的 第二个也没有任何色彩 可能就是黑白的 甚至是非常暗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在观想的过程当中 把这个画面调亮 调清晰 并且能够是一个彩色的画面 那之所以建议大家这样做 其实是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如果说你有了这样的意识 你知道在视觉化练习的过程当中 去把这个画面变得更加清晰 甚至让它有颜色 那其实你就会更加投入到这个练习当中 因为你知道 我的画面还没有变成彩色的 我的画面还不够清晰 所以你就会更加投入地去做这个练习 那另外一方面 其实当你观想的这个画面 越加的丰富 色彩越加的鲜明 越加的真实 越加的明亮的时候 其实你的频率能量 就会很快速地 跟你想要吸引显化这个东西去校准 那我们也都知道 当你的频率能量 跟你想要新显化这个东西 越发校准的时候 你的新显化就会变得更加轻松 更加简单 所以我非常希望大家 不要在做视觉化练习的过程当中 只是观想一个模糊不清 甚至是黑白的这样一个画面 而是应该把这个画面变得更加清晰 变得是高清的 变得是彩色的 这样子的话 这个练习能够对你来说 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更大的价值 那第三点建议呢 就是我希望大家在进行 视觉化练习的时候 不要过分的死板 也就是说 其实你完全可以把视觉化练习 跟其他的一些练习结合起来 比方说你在做 scripting书写练习的时候 你可以一边写 一边脑海中 就可以去把你想要显化 这个东西去想象出来 你可以去把你想要新显化这个场景 就去观想出来 所以这两个练习 就是可以结合在一起的 那你其实也可以在做 视觉化练习的过程当中 把感恩练习加入进来 在你观想的同时 你可以去感恩这个东西 感恩这个东西已经发生了 感恩它来到了你的身边 那回到我们刚刚之前举的那个例子 比方说你希望新显化一套新的房子 那其实你就可以观想自己 在这个房子里面 坐在这个房子里 那当你坐在这个房子里的时候 你就可以说 啊我真是太开心了 真是太激动了 我住到了这样的房子里面 我真是非常感恩这个空间 这个空间让我觉得非常的舒服 你就可以去感恩这个空间 感恩这套房子 所以视觉化练习 也可以跟感恩练习去结合起来 所以各种各样的练习 它们并不是孤立的 你完全可以把这些练习 把它们结合起来 而且我觉得你把一些练习综合起来 你这样做的时候 它并不是一加一等于二 它是一加一大于二的 也就是说你把这些练习综合起来 结合起来去做的时候 达到的效果 往往比你单个 去做每个练习 这个效果是要更加强烈 更加明显的 所以我非常推荐 鼓励大家去把你手头 在做的一些练习 去做一个结合 因为这样子 能够让你在做练习的时候 状态更好 也会达到一个更好的效果 那第四点建议 也就是说 在我们做这个视觉化练习的过程当中 其实我们是可以去更换 我们所观想的这样一个场景的 因为我知道有些朋友 可能他们就设定了一个场景 比方说 他坐在了新家里的沙发上 他设定了一个这样的场景 然后他连续观想三十天 第一天观想的时候 他非常兴奋 那当他观想到第十五天的时候 他就会觉得 这个场景我已经很熟悉了 我已经没有什么新奇新鲜 这种令我激动振奋的感觉了 当他把这个练习做到第三十天的时候 这个练习对他来说已经毫无新意了 他甚至会在这个练习的过程当中 就是不停地走身 所以我觉得大家是可以 在这个练习的过程当中 去更换场景的 那我们还是以 想要吸引显化一套的房子 作为一个例子 比方说你可以 今天明天观想 你是坐在客厅里的 明天后天呢 你可以观想自己是躺在卧室里的 然后呢 再之后呢 你可以观想 你邀请朋友到你的新家来做客 就是你可以不断地去更换这个场景 只要这个场景当中 是由你所想要新鲜化这套房子 并且你在整个过程当中是开心的 它其实就是OK的 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你可以不断地去变化 你观想的这个场景 那通过这样的变化 你就可以让你每一次 都投入到这个练习当中 不至于在这个练习的过程当中 是走神的 因为当你在做这个练习的时候 只有你是投入的 你是开心的 你感觉是好的 这个练习才会发挥出它的价值 如果你在这个练习过程当中 你是不投入的 你是一直在不停地走神的 然后你也没有什么很激动的感觉 那这个练习等于就是你只是做了一个练习 你只是为了做这个练习而做这个练习 它并不会对你产生多大的作用 那第五点建议呢 就是关于视觉化练习的时间以及频率 那在时间的选择上呢 其实坦白说你可以在任何时间做视觉化练习 但是我个人还是非常推荐大家在早上和晚上这两个时间点去做视觉化练习 因为早上你刚醒过来的时候你的脑海中并没有太多的杂念 所以你这个时候去做视觉化练习 你向宇宙发出的订单是最清晰的最明确的 而在晚上睡觉前做视觉化练习 因为你做完这个练习之后你就去睡觉了 在睡觉的过程当中可以继续地去运作这些能量 你的频率还是能继续维持在这个状态当中 所以早上刚醒来的时候和晚上入睡之前 这两个时间点是我个人觉得做视觉化练习 甚至说是做所有练习最好的两个时间点 那关于做练习的频率呢 我个人是建议大家每天都去做这个练习 当然如果你中间漏掉了一天两天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我建议大家是每天都去做一做视觉化这个练习 因为你每天做这个练习的时候 你就是把自己的频率重新拉回来 重新去做一个校准 所以这是非常有必要的 那每天在做视觉化练习的时候 我个人会做至少10到15分钟的时间 因为就我个人而言 我觉得10到15分钟是我能够比较好的 去进入到那个频率 进入到那个状态当中的一个时间 所以我不会让我的视觉化练习少于10到15分钟 当然这个时间是因人而异的 如果你觉得5到10分钟 你已经能够很好的调整你的频率 让你自己进入到那个状态当中 那5到10分钟或许对你来说是一个比较适合的时间 所以找到一个比较合适自己的练习时间长度 也是非常重要的 OK那以上呢就是本期视频 我想分享给大家5点建议 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进行更好的视觉化练习 让视觉化练习对你产生更大的效用 那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 请记得要一键三连给我充电 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 那也请一定要关注我 那我们下期再见